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年12月这天 台湾将一切归零 一起来听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总有一些人能够透过时间的迷雾 窥见未来的片林之爪 他们被称为预言家 而在众多预言家中 有一位女性的名字注定被鸣刻在史册之上 八八万家 这位来自保加利亚的盲言老狱 以其惊人的预言能力和令人震撼的预言内容 赢得了巴尔干半岛的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美誉 他的预言涵盖了从20世纪到遥远未来的广阔时间跨度 准确预测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在他众多的预言中 对2024年的七大预言尤其引人注目 这七个预言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自然等各个领域 每一个都足以改变世界的格局 俄罗斯领导人遭遇暗杀 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 人工智能颠覆世界秩序 这些惊人的预言 似乎预示着2024年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巴巴万家究竟是如何做出这些预言的 他的预言能力从何而来 这些预言又有多大的可能成真 万家 潘德夫瓦 这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名字 其主人公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1年1月31日 万家出生在保加利亚斯特卢米茶河畔的一个名叫维特里诺的小村庄 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家境贫寒 万家是家中的老二 尚有一个哥哥下 有两个妹妹 童年的万家 与其他孩子并无两样 在山间田野里奔跑嬉戏 过着平静而朴的生活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23年 12岁的万家 在一个大封天外出放羊 突然 一股旋风将他卷到空中 重重地摔在地上 昏迷中的万家被人发现 送回了家 然而 当他醒来时 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眼 再也无法事物 那场大风 夺去了女孩的光明 失明后的万家 陷入了绝望 他不得不辍学 整日待在家中 然而 就在此时 一种奇特的变化 悄然发生 万家开始能预见未来 并且以惊人的准确率 说出后来发生的事 起初 万家的预言能力 局限于生活中的小事 他能预知谁 会在什么时候来拜访 或者某件丢失的东西在哪里 渐渐地 他的预言开始涉及 更广泛的事件 他准确预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希特勒的失败 以及苏联的崛起 随着万家预言 越来越多地应验 他的名声开始在当地传开 人们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八八万家 意为女先知万家 越来越多的人 慕名而来 希望从八八万家那里得到 关于未来的指引 八八万家的预言能力 很快引起了当时保加利亚政府的注意 1967年 政府特意为他建造了一座房子 以方便人们来访 八八万家 在这里接待了无数的政要 科学家 艺术家 和普通百姓 他的名声越来越响 甚至传到了保加利亚的国界之外 八八万家的预言 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他预言的准确率极高 据统计 在他的预言中 有大约85%都已经应验 或正在应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 到英国脱欧 再到叙利亚内战 八八万家的预言 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 其次 八八万家的预言 涵盖领域极其广泛 他的预言 不仅限于政治军事领域 还涉及经济 科技 社会 自然等各个方面 他预言了全球变暖 人工智能的崛起 虚拟现实技术的普及等等 这些在当时看来 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如今正在一一成为现实 最后 八八万家的预言 似乎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 他不仅能遇见自己 有生之年发生的事 还能遇见到遥远的未来 他曾预言 人类最终将在2341年 实现与外星人的接触 而那时距离他的年代 还有数百年之久 这种超时空的预言能力 让八八万家的形象 更加神秘和不可思议 正是这样一位非凡的预言家 给我们留下了对2024年的惊人 预示 在八八万家众多的预言中 有一个预言格外引人注目 那就是他对俄罗斯领导人 遭遇暗杀的预言 据记载 八八万家曾说过 我看到一头带着王冠的熊 它在森林中奔跑 胸口突然被利剑射中 王冠滚落在地 鲜血染红了白雪 在另一个场合 他又说 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将为被判敞开 子弹会终结一个时代 这两个预言 都被认为是在暗示 俄罗斯的领导人将遭到暗杀 特别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门 将为被判敞开这句话 更是直指暗杀者 可能来自领导人身边的亲信 如果这个预言成真 其影响将是巨大而深远的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其领导人的更迭 向来牵动全球政治格局 一旦领导人遭到暗杀 俄罗斯内部可能会陷入 权力斗争和动荡 这不仅会影响俄罗斯的稳定 也会对周边国家 乃至整个欧亚大陆产生冲击 此外 领导人遇刺身亡 也可能激化俄罗斯 与其他国家的矛盾 俄罗斯可能会指责某些国家 策划了这次刺杀 从而导致外交关系恶化 甚至引发军事冲突 当然 任何预言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八八万家的这个预言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预言向来已准确著称 但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对待 政治局势瞬息万变 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影响领导人的安危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八八万家的预言 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他提醒我们 即使是权力最巅峰的人 也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这也让我们更加关注 俄罗斯的政治动向 关注那些可能影响 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 俄罗斯领导人遭遇暗杀 这个预言如果成真 无疑将是2024年 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 它可能改变俄罗斯 改变欧亚大陆 甚至改变整个世界 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会发生 但我们必须对这一可能性 保持警惕和关注 这就是八八万家 对俄罗斯领导人命运的预言 它像一个谜团 悬浮在2024年的上空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历史的车轮将如何转动 看看这位盲眼先知的话语 是否会再次应验 在八八万家的预言中 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 那就是生物武器的试验 火工 鸡 八八万家曾说 我看到一片黑云 它覆盖了整个欧洲 人们在街头倒下 就像被割倒的麦穗 疾病如鬼魅般夺走生命 医院里尸体堆积如山 在另一个场合 它提到 一种新的疾病将出现 它源于人的憎恨和疯狂 这种疾病会像野火一样 蔓延吞噬一切生命 这些预言 都被解读为 生物武器引发的灾难 它可能源于 某个国家的秘密试验 也可能是恐怖组织 发动的攻击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其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生物武器 特别是细菌或病毒武器 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杀伤力 一旦失控 它们可能在短时间内 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更可怕的是 生物武器往往难以察觉 当人们意识到时 往往已经为时过晚 如果八八万家的预言成真 这场生物武器引发的灾难 可能比任何战争都更加可怕 它不仅会直接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还会引发全球性的恐慌 人们会害怕任何社交接触 经济活动可能会陷入停滞 社会秩序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场灾难可能会加剧国家间的矛盾和不信任 各国可能相互指责对方是灾难的源头 甚至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 原本就紧张的国际关系 可能会因此达到崩潮的边缘 当然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任何预言 包括八八万家的预言 生物武器虽然可怕 但其使用和传播都面临诸多技术障碍 而且 国际社会对生物武器的管控 也在不断加强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场大规模的生物武器灾难 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但八八万家的预言提醒了我们 生物安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提高T 加强防范 确保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 同时 我们也要致力于 消除可能引发这种灾难的根源 战争 恐怖主义 以及人性中的疯狂和憎恨 生物武器的阴影 笼罩在2024年的上空 它像一个恐怖的梦 威胁着整个人类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确保这个梦魔 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 八八万家的预言也涉及了经济领域 特别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八八万家说 我看到金钱像落叶一样 从树上挑落 人们疯狂地去捡食 却发现 他们已经腐烂 银行的大门紧锁 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 人们失去了工作 面包变得比黄金还要珍贵 这个预言 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场 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在这场危机中 货币贬值 银行倒闭 工厂停工 失业率飙升 整个经济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 如果这个预言成真 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经济危机不仅意味着财富的蒸发 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也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动荡 和人心的惶恐 在极端情况下 它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动荡 和社会革命 这场危机的原因 可能有多方面 它可能源于金融市场的泡沫破裂 也可能源于大国之间的贸易战 和经济对抗 它可能是某个重大事件 如战争或瘟疫的次生效应 也可能是全球经济失衡 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预言中的一些细节 让人不禁联想到近年来的一些趋势 全球债务水平的持续攀升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 以及新冠疫情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都让人们对经济前景产生了担忧 特别是疫情期间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预言中的场景 工厂停工 失业率上升 基本生活物资短缺 当然 经济预测向来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 许多看似危险的信号 可能最终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 全球经济也显示出了惊人的韧性和恢复力 但即便如此 八八万家的预言也提醒我们 不能对经济危机掉以轻心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走向 特别是那些可能引发危机的风险因素 同时 我们也要未雨绸缪 建立必要的防御机制和响应预案 以减少可能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反思和改革当前的经济模式 让它变得更加公平 平衡和可持续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是2024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风险点 它像一只潜伏的猛兽 随时可能跃出阴影 吞噬我们的财富和梦想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同时也要保持希望和智慧 在危机面前 人类曾经一次次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创造力 让我们携手共度难关 共创一个更加美好的经济未来 在八八万家的众多预言中 有一部分专门针对自然灾害 特别是极端气候事件 它曾预言 冰雪将覆盖阿拉伯的沙漠 而非洲的大地会被灼热的阳光炙烤 欧洲将遭遇空前的干旱 河流和湖泊会干 飓风和海啸将席卷亚洲 数百万人将流离失所 在另一个场合 它说 自然的怒火将降临于人类 因为人类背离了自然的法则 这些预言 描绘了一幅极端气候灾难频发的可怕景象 干旱 洪水 飓风 海啸 几乎所有类型的自然灾害都被提及 更可怕的是 这些灾害似乎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地区 而是遍及全球 从非洲到欧洲 从阿拉伯到亚洲 没有一片大陆能够幸免 如果这些预言成真 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极端气候事件不仅会直接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还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农业欠收可能导致食品短缺和价格飞涨 水资源枯竭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地区不稳定 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 可能加剧贫困和不平等 甚至引发难民危机 更重要的是 贫发的自然灾害可能会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运转 基础设施的损损 经济活动的中断 公共卫生的崩溃 都可能让社会陷入瘫痪 在极端情况下 政府的权威可能会受到动摇 社会秩序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 不幸的是 八八万家的这些预言 在今天看来 已经不那么遥远了 近年来 我们已经目睹了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事件 破纪录的高温 大规模的野火超级飓风 特大洪水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 这些灾害与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密切相关 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不能得到遏制 未来发生更多 更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几乎是必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 八八万家的预言更像是一个警示 提醒我们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未来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尽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影响 同时我们也要提高社会的灾害防御和恢复能力 确保我们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气候灾难 极端气候灾难的阴影 笼罩在2024年乃至更远的未来 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 告诫我们要尊重自然的法则 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 面对这个挑战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携手并肩 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在八八万家的预言中 有一些看似于我们当下的数字时代息息相关 特别是它对网络攻击的预言 八八万家曾说 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网 覆盖了整个世界 突然 网开始撕裂 各个洞出现 越来越大 人们惊恐地看着 却无能为力 在另一个场合 它提到 世界将被看不见的力量所控制 这力量来自人类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 它会像幽灵一样 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预言 被普遍解读为 是对网络攻击的预示 在这个高度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 网络攻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威胁 飞客可以利用网络的漏洞 窃取敏感信息 破坏关键 破坏关键基础设施 甚至干预国家事务 如果 88万家的预言成真 2024年 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事件 这些攻击 可能针对政府 军事 金融 能源等关键领域 造成巨大的混乱和损失 在极端情况下 它们甚至可能引发 现实世界的冲突和对抗 这些攻击的后果 可能是灾难性的 关键基础设施的瘫痪 可能导致城市陷入停电和混乱 金融系统的崩溃 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敏感信息的泄露 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 在一个高度依赖网络的世界 网络攻击可能成为 最具破坏力的武器 令人不安的是 近年来网络攻击事件 已经显著增多 从大规模的数据泄露 到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 再到国家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战场 许多专家警告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 和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未来发生更多 更严重的网络攻击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意义上 88万家的预言 再次向我们发出了警示 我们必须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加强网络防御能力 确保我们的数字生活 和数字资产的安全 同时我们也要推动 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和治理 减少网络冲突的风险 防止网络战争的爆发 网络攻击的阴影 笼罩在2024年 乃至整个数字时代 它是技术进步的阴暗面 提醒我们在享受数字化 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也要警惕其中的风险和挑战 这是一场全人类的共同战斗 需要我们的智慧 勇气和合作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建设一个 更加安全 更加繁荣的数字未来 在88万家众多的预言中 有一部分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特别是它对医学领域的预言 88万家曾说 我看到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人类将战胜疾病和死亡 医生们将找到治疗所有疾病的方法 甚至能够让器官重新生长 人类的寿命会大大延长 许多人将活到150岁以上 这个预言 描绘了一个医学高度发达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 癌症、艾滋病等绝症都将被攻克 器官移植将被器官再生所取代 衰老将不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人类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健康和长寿 如果这个预言成真 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 它不仅意味着 无数生命从疾病和痛苦中解脱 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可能会得到缓解 医疗资源的分配可能会更加公平 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 可能会发生转变 更重要的是 医学的进步 可能会为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延长的寿命可能发新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更健康的人口可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医学技术的突破可能催生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 令人鼓舞的是 近年来医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基因编辑 免疫治疗 干细胞研究等新技术 正在为许多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 也在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和治疗疾病 虽然距离八八万家预言中的世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景的曙光 当然 我们也要认识到 医学的进步可能带来新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生命延长 可能加剧代际冲突和不平等 基因编辑可能被滥用于非医疗目的 医疗技术的高成本 可能加剧健康公平的问题 我们必须以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对待这些问题 确保医学的进步汇集所有人 而不是制造新的分裂和不公 医学突破的曙光 照亮了2024年乃至更远的未来 它是人类战胜疾病和死亡的希望 是我们迈向更加健康和长寿的关键一步 让我们携手并肩 共同迎接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但同时 我们也要保持警惕和反思 确保这个新时代真正属于全人类 在八八万家的预言中 有一个主题是关于技术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他说 我看到机器在思考 就像人一样 它们将成为人类最好的助手 但也可能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如果人类不能控制 它们创造的智能 那么有一天 机器将控制人类 在另一个场合 它提到 世界将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改变 这力量来自人类自己的创造物 它将比任何武器都更强大 比任何哲学都更深刻 这些预言被普遍解读为 是对人工智能的发展 极其影响的预示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据科学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许多领域 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从语音识别到医学诊断 从自动驾驶到金融投资 一些高级的人工智能系统 甚至已经在某些任务上 超越了人类专家 如果八八万家的预言成真 2024年可能会成为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们可能会见证 人工智能在更多领域取得突破 真正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在某些领域 人工智能可能会完全取代人类 引发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转型 这种转变的影响 可能是深远而复杂的 一方面 人工智能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创造新的财富和机会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 从疾病的治疗到气候变化的应对 但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也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分化 导致权力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 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失控 它甚至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 令人不安的是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控制和不透明的 大型科技公司和政府 在这一领域投入巨资 但公众对其真实进展知之甚少 一些专家警告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控制机制 人工智能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个意义上 八八万家的预言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必须以严肃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 确保它始终在人类的控制之下 并服务于人类的利益 我们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理解 建立健全的伦理和法律框架 推动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 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在向我们迎面铺来 它可能决定人类的未来 改变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 这是一个伟大的机遇 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必须以智慧和勇气去面对它 引导它 确保它成为我们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工具 而不是毁灭我们的魔鬼 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乃至未来几代人的共同使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